就像有時候有些人做事情 他們會突然忘記什麼事 然後他們就覺得說我一定要想起來 我一定要想起來 我到底剛剛做過事情好痛喔 你人生也被卡住 你人生常被卡住你不知道嗎 還有沒有還有什麼 睡覺腳趾不能露出你被露出 我不行 我要包起來 那為什麼你一定腳不能冷 會冷冷的啊 跟你說我的腳腳嗎 腳腳 您現在收看的是關小文頻道 如果您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記訂閱按讚加分享喔 給我們更多的鼓勵 整片即將開始囉 你還要躲住嗎 好了 歡迎收看 你剛剛看那臉嗎 為什麼 我想要弄一下 他剛剛臉在 幫我重播一下 我發現他剛剛有植入大家的內心 他們每個人都會隨時鎖定 可是應該大公文不是為了我倆 是為了他 沒有 是為了我們的火花 我們的火花啦 對 因為現在是個人的頻道 也沒有這麼多人 有啦 有啦 可是有吧 你大家先去看 他頻道也很多人看 只是說那個路線不同 因為我現在更新有點慢 對 你這家人的頻道 那邊是哪一種風格 沉穩路線 有兩種 一個是好看 一個是還好 一個是牙醫系列的都蠻好看的 因為現在下一個人在床邊說書的 我跟你講 他在床邊說書 而且你的藍色又不是你的藍色 因為你只有值得不值得 因為吃了一個馬卡龍 所以理解了人生大道理 他就躺在那邊念書耶 就是會有人喜歡看到 他是聲音樂耶 但是會有喜歡看的人 我跟你講我這邊還要就是 舉辦一個送書的活動 送書的活動 就是送那個書啊 大家就會留言然後抽書 你說你說護船賣不掉是不是 對 我去買的啦 護船賣不掉 因為護船賣不掉所以自己去買 來來來來 沒有值得 不值得啊 只要願意不願意 只要想買不想買 沒有為什麼 哈囉大家晚安 你跟我一樣會有捨不得睡的夜晚嗎 那就讓我們一起讀片段 我們再睡吧 今天要聊什麼 支持的人去買好不好 我今天要聊的主題是 生活中的強迫症 喔 這是你想的問題 這個我強迫 我強迫症答人啊 我現在非常有 這是我想的 喔喔 對喔 對啊 好啦你什麼強迫症 那我可以講嗎 可以可以可以 反正我有一個強迫症 就是我所有東西都要更新到最新 只要App Store有出現15個更新 我不管大家說IG會不會當機 我都先按更新 我懂你的意思 然後一更新 怎麼辦IG當機了 我要想辦法出來 就不回來了 然後我人生一個最大的難題 就是我有一個印表機 印表機不是會連網路放在櫃子裡面嗎 然後呢我有一天經過 它就寫說有韌體要不要更新 然後我就按下的時候 我發現天啊 我早就忘記了 半年前設定那個印表機的密碼了 然後我人生就卡在那邊 然後我就覺得不行不行 你的人生就卡在那邊 對 因為我就覺得我這個東西不更新 我就睡不著 我怕印表機有一天不能用 它的人生真的卡在那裡 你再買一台不就好了 沒有沒有 可是它可以不更新 可是我就覺得我東西都要更新到最新 就像有時候有些人做事情 他們會突然忘記什麼事 然後他們就覺得說 我一定要想起來 我一定要想起來 我這就是我 對 你人生也被卡在那裡 人生常被卡住 你不知道嗎 蛤 你這神秘師嗎 然後反正後來就是 我就還打電話去問客服 然後還把那個印表機整台重新設定完 然後呢 我想說好我今天終於更新完了 我就把那個帳號密碼寄下來了 結果過了半年後 也就是昨天 他又在我更新了 結果一樣下去密碼又錯了 那你的帳號密碼當中寫在哪 沒有 因為它是有 除了我的密碼 但它有仿一個印表基本的帳號密碼 反正它就是很複雜 你把它把它寄下來啊 我寄下來的貼了 它這次又是錯的 然後我就覺得 好哇 我現在暫時有點小 放棄更新的給你表機 可是我很怕沒有更新 或有一點功能 就不辦法這麼齊全這樣子 我的牆功能在跟你有點像 我是沒有辦法接觸 手機上面有紅點點 就是那種你知道 有一些人那種紅點點是超級 我完全不能接觸 為什麼有人的LINE 那個群組打開 對話是大概會有300人的那種 對 我想說到底他們在講什麼 即使你知道就是團購 或是買東西的群組版 我也都會立刻把它點開 我只要一打開 我大概看到十幾篇 我就說怎麼會有十幾篇 我就要立刻把它點開 沒有 我原本跟你一樣 可是到後來你真的是點不掉 這先不要 先不要 先不要 先不要點 我就對啊 我一定要點開 我好痛苦 然後包括像私訊的那個點點留言 我也都沒屁 睡前一定要把它點開 如果沒有點開 一定是因為我不小心 就是可能有時候你看到一半 然後就往上滑了 花了多少時間在這邊 我大概每天會花 兩到四小時回復粉絲訊息 她很認真 對 我之前看那個小嘴布CD有一個藝人 他有一個強迫症 是開車的時候 那個音量鍵他不准轉 他一定要對齊那個鈴 如果你要聽音響 要從方向盤的那邊轉 我很喜歡那個強迫症 我很喜歡那個強迫症 這個我不懂 就是他這邊那個指針 要對齊那個鈴度 那個音量鍵 所以任何人要聽音樂的人 都要跟他講 他才能用方向盤的那邊去調整 就這邊不准他就對了 我還有一個強迫症 就跟那個燈一樣 就是我這個燈 它是兩邊都可以控制的 可是我不能接受那邊長不一樣 就是我一定要從那邊開 然後這邊要拼 這個也太強迫了吧 我家裡有一個開關也是這樣 我突然間就是我沒有強迫症 你好強迫喔 你的強迫應該就只有 想要把每一件事情 就是搞清楚 這個強迫症而已吧 好強迫症 你看我都沒有耶 你其他都沒有 像有一次我們 那你有粉推不開的強迫症嗎 他沒有 因為剛剛左右是右邊更多 所以我就想說算了 OK 讓人給你 好好好 來 不要剪啊 我說 那我媽說他是有一個劉海 我說不要剪掉 這邊有一個劉海一直黏在這裡 我們要告訴他嗎 還是沒關係 要告訴我 謝謝你 我可以講 就是你剛剛弄到我的額頭啊 我就弄到因為我享受強迫症 就是我 我就要抓癢 然後我抓癢之後 我就不能就是只抓右邊 因為我就會走邊 我喜歡這個強迫症 我不懂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樣子的話覺得 就好像沒抓 抓一下 這個是要不能偏心的強迫症嗎 你就會覺得 只有這邊有這邊沒有啊 可是他這邊就都不癢啊 可是你抓完之後 你就感覺就不對稱了 你要抓癢 我懂我懂耶 然後我姐就一直笑我 然後後來我又要抓癢 不能這樣抓 這樣抓 你說你要這樣子 或是這樣子 這樣這樣抓 我還用大拇指的 就是被這樣 這樣抓過去 就大拇指 就是對你的生而平衡 這樣子這樣拉過去 很像星巴菲畫一條那個 我覺得這個動作 欸有網友的強迫症嗎 有幾個 第一個折疊傘一定要折好 我跟你說 網友戴雨傘 他去找你 他的強迫症就是 他想到什麼就一定要走 我們剛剛錄影前 準備要開關說 等一下我沒帶我的影視咩 你沒有太清楚 我就說他要幹嘛 就只有他一定要說 他要帶他的影視 欸不好意思 如果今天是瓜哥 你可以帶你走嗎 你都不尊重我們耶 你都不尊重我們耶 你看他自己剩這裡一洗耶 好來我們看一下你的酒店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 真的好險今天下來 怪我沒有帶 就是這個腳腳啊 我一定要折到很對稱 你知道嗎 你這樣很美耶 這個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朋友 因為我有這個強迫症 我每次就是撐著傘 然後走到捷運 走到捷運之後 我就開始甩一甩 然後就開始折 然後從我們出發 例如說走過的實戰 我都還在折 因為我小時候很會折 你家住夠遠的耶 如果你去北南西美頭 你都搭領才折得完耶 然後我一直問 你現在啦 我現在還在新北投 你不是趕上車 你就趕在新北投 因為我還在折扇 那我才要出去 然後一出去就撐傘 然後呢 我就到戰之後 因為還在下雨 就要打開了 對啊 這就是我剛剛問的啊 那你怎麼打開咩 我覺得啊 美美的啊 好 然後呢 因為這個強迫症 有一些傘就是很不好折 但是我會覺得說 我一定可以做到 所以我要覺得 對自己的那個能力 要有所證明 然後我朋友就說 他就送我了這個 他真的 這個是圈圈… 等一下 我先去 我現在被有點癢 我可能右邊抓藥抓不住 我幫你抓 你懂得不對 而且他早上講完很癢 其實我剛剛真的覺得全身都很癢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你講完會開始癢 沒有趕快抓癢 觀眾朋友開始抓癢 我今天真的去考慮區 好像被小黑尾咬 太癢 好 然後這個它因為裡面有貼塑膠片 這樣都會有一件就是業配耶 這是乾爹嗎 不是 不是 但我的意思是 你也不用那邊這樣 你只要這樣 然後就是捲一捲 那這個售價大概多少錢呢 大感到 我忘記了 這個就是你要去談團購的東西 對 好 你們家面加一個 20個以上團購好不好 不好意思 你先談到的說法 你先談到的說法 你10個以上就團好不好 好 一定有50 你自己跟他留言 留言然後下面要寫自己家 你說要的人在這裡 可是我很沒有跟他談過耶 沒關係 沒關係 如果你覺得 我們家裡也都可以開喔 因為這個 這個就是強迫症的人 會想要買的東西 對… 我忘記要跟牌子 好啦 沒關係 這很酷耶 欸 不得不說我覺得 我們節目有了這個 小菜上化妝很有效耶 等一下 他有代理名稱嗎 不是 你可以 他查了這個 他小菜上化 他查了資料之後 就啟發了 睡眠時期 他想不再還有這麼多面相 你看如果沒有我們蒐集網友這些 就沒辦法等 求心求變耶 對啊 還有門還有門 睡覺腳趾不能露出棉被外面 好 我不行 我要包起來 我在飯店一定會把腳包起來 為什麼 你怕被鬼抓 那為什麼你一定腳不能 會冷冷的啊 跟你說我的腳腳嗎 腳腳 你腳腳怎樣 我腳在包 除了要包到免費之外 我還要這樣子包 他不是蓋著就好 還要這樣子 對 我知道 要前後這樣把它包住對不對 兩側 我是兩側 然後我把它撐開 我的腳都圍一圍一圍一圍 你也是是不是 空氣不能進來 你完全認同耶 可是你這樣很難翻身耶 因為一翻身就變睡袋耶 不會不會 就是我一側睡 我就變睡袋 沒有那麼誇張 就是稍微有這樣 撐進去就好 它會有空間可以移動 對啊 你可以在你的小空間裡 得到一個共鳴 得到一個共鳴 你今天晚上試試看 我不要 我會覺得很熱 你們個人有什麼強迫症嗎 就我很習慣就是衣服 折一圍一定要折一樣大小 你不知道我這個 好強迫 這個很難耶 你說不管長袖短袖 都要折成一樣大小 如果我把它折起來 我就一定都要折到就是這個尺寸 那你放衣服進去的時候 會不會因為有一些衣服 它有帽T 它那個帽子在那邊 它會整個衣服變凹凸凸 如果它放進去之後 沒有辦法跟左邊的就是對稱 會不會很痛 你可以把它扯平 它帽子是拉紙的東西 把它歪一邊 對… 對… 把它歪一邊 你拉平 你看…你的這裡跟這裡 是不是可以拉紙有沒有 對… 轉成這樣 對… 就這樣 我好討厭折衣服 對… 這樣折衣服我們要花半小時了 對啊… 很花時間耶 沒有 我覺得你不一樣耶 因為我小時候在幫我解折衣服的時候 它的這一種衣服 遮起來都一坨都小小的 男色的衣服遮起來 就是這樣方方的 沒有 我還是會方方的 但你知道有的時候你折完之後 像這種衣服它很容易散落 對… 你就是一拿起來它就這樣 它就秀在那裡 對… 它就這樣… 對… 它就出來了 然後這個… 就是我就這樣看看 我就這樣子… 就是把它這樣收 你只要把它壓回去 對… 我把它收到一個洞裡面 對… 不然你知道嗎 我這個時候就要再把它放下來 對… 然後再把它再重新這樣折衣 再放進去 好嗎 時間不行耶 不行 你都可以花三… 兩、四個小時 那邊那個… 沒有那麼不一樣啊 回訊息是因為 就真的是… 就是回訊息啊 可是衣服… 就是折衣服 就是你不在意嘛 對… 放進秋天我就看不到了 我還有一個強迫症 頭髮就很直 是不是 對 現在要… 我很愛… 我那個強迫症好像是到你們都有發現 我會一直這樣子 我就這樣偏有病了 對… 我跟妳講我這個是… 那這個可以幹嘛 這個… 這個妳要跟我跟我沒有就是怕口臭吧 這是它的口腔噴機 對… 我的口腔噴機然後我一直不停地噴 因為這個是我… 我個人的問題對不對 而且就是到… 已經到他們都會說 我覺得你這個真的有病了 就是我會很緊張 然後就是很怕會有口臭或幹嘛 所以我就要一直不停地噴 欸… 有一陣子我不小心帶動那個數東西的風潮 是我每次POIH限中的時候啊 水餃 我的粉絲什麼都數欸 就是我… 水餃一倒下去他們就開始數 26顆… 28顆… 有一次超難 我明明就拍我 但是不會再吃水餃我 然後就有人回說 後面是30雙筷子 我… 被他們弄到我好想知道喔 我水餃吃完了 我把那個店家的筷子倒出來數 一雙兩… 二十八雙 然後後來還有一次有去YUNIQLO直播 背後是15件長袖 就是… 他們已經看到什麼都要數了 你知道嗎 長袖說你也說奇怪就是什麼樣的互動 是不錯啦 風雨很高啦 他們狂留言 就是那一陣子我忘記 為什麼他就狂數 我知道是… 我有跟到水餃那一… 對對對… 後來就他們什麼都要數 你問他們你吃幾顆吧 對 可是我原本是問水餃 後來他們就數一些有的沒的… 大家就開始喜歡數 對 全部都開始數 還有J也蠻好玩 因為我本來就很喜歡算秒數 跟算這個幾下 而且我覺得這就是一個本上的風氣 很有趣 很有趣 不過今天就有意義的就是 今天沒有任何的開示跟大道理 對 我很滿意 而且我們不只沒有開示 我們還有可能會開團 所以如果有小朋友講的 麻煩下面在他的那個留言下面 按加一超過50 他就去找場上台 好不好 給你一個機會啦 今天有沒有得到什麼大道理 我覺得好像沒有 我要講的 我原本沒說上次講過了 這樣啊 那你還有新的道理啊 沒有啦 你們有什麼道理啊 你們有什麼道理啊 我記得我們剛出現四季 我覺得大家平安齊樂 好 謝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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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